所以今天来这边投诉的基本上是有两个失败者 其中一个是不见了 相近是三万块 另外一个是不见了 五千九百 两个都是同样的是本地银行 而且都是 他们在不明的情况之下 消失的 而且也进行的投诉 但是主要就是 银行卖方没有给予任何的罢付 然后也已经过了相当久了 所以我相信我把时间交给这个受害人 当时是在关手机的时候 然后他就突然开片他就跳出那个 notification 然后刚收到这个信息 是收到这个OVP number 然后就收到OVP number了 然后就开始拉个维密 去到三十千 然后后面就开始转钱 当时 他开始转钱的时候 有把就要给银行那边 可是 开始的两三通他们并没有接到 当他们接到第四通的时候 钱已经被转合了 基本上他被他那个时候是在看着那个Facebook 然后他没有进行任何的那个转账 所以他突然间收到一个这样的密切 所以他也 怎么讲 第一时间他就打电话给银行 但是问题就是银行打了三次打不通 然后第四次打的时候 但是已经开始了 钱已经转去 是由一位基本上他在他的银屋上也看到由一位第三者呢 转去他的银屋 他也把这个东西告诉了银行 然后也 也 去警方那边报警了 银行联络我是 要 我有去质问这个银行 然后他们是 假 需要给他们时间调查 那么他们基本上也可以 clean他们的保险 去 I mean 去赔偿 做出赔偿 但是对这些全款人来讲 I mean 呃 钱都已经不见了 那么 赔偿多少 对他们来讲呢 已经 已经怎么讲 已经是 不重要了 最重要就是 at least 给他们一个交代 让 大家其他的全款人有一个安心 要不然没有理由说 我们再回到从前过去 这样把那个 钱放在枕头底下 对不对 因为你银行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而且你bend 就是确保我们的 全款者的安全 如果要不然的话 我们大家每天都在 赞赞紧紧 手中上有赞多写 又怕给人家抢 放进银行 又没有保障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需要 探讨可能是一些 网络的一些怎么讲 一些 保安 银行的一些 系统的一些保安